打開冰櫃挖上兩勺軟嫩的仙草 來到一旁的配料台 珍珠大小芋圓各來上一勺 最後加上一球紅豆一球芋泥 清涼消暑的仙草就好了 想再炎炎夏日吃上這一碗的民眾還不少 不過老闆就在網路上PO出這段對話記錄 當時凌晨一點多 還有客人來訓想要吃仙草 但老闆卻回覆 硬出來燒進水裡更有飽足感 回嗆言論引發熱議 不可理喻啊 就是你逼一個店家做 他時間內做不到的事情 對 那我覺得有點離譜 老闆透露當時的對話記錄 對方要求十分鐘內過去拿 但老闆表示備料需要時間 對方人無理要求 就是要十分鐘內吃到 因為顧客的要求太過蠻橫 才會回嗆客人並潑上網 蠻無厘頭的 因為他打烊了 當然就沒辦法幫他處理什麼東西 就應該要讓老闆好好休息 我覺得不能這樣灌著客人 就是打烊了然後還硬 就是叫店家去幫他做餐點 這樣回覆我覺得沒有不好 我覺得蠻好笑的 就是也不會很嚴重啊 可是當事人可能不覺得 貼文一出不少網友紛紛留言立挺老闆 認為開玩笑的是對方 還有網友笑稱服務業是不能休息的 甚至還有網友看了對話 想嘗試看看到底有多美味 這一晚清涼消暑的仙草意外成為網路上討論的焦點 三星文臨委致拉玉成台中報道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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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